就说这句话 他当初那句话是一句谎言 道歉了 抄袭事件三分钟懒人爆老高于小默有一大超能力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于 这熟悉的问候来自8月10号截稿前580万订阅17.7亿观看的YouTuber老高于小默 就网路说出生意经营的顺风顺水 突起波澜被指控抄袭日本频道慢屏90%不为人知的冷知识 我们现在放出老高剽窃的影片和日本原本影片的1比1的内容的对比 地球上的哺乳类动物只有6000种 鸟类有9000种 蛤蟹类动物有1万种 两栖类动物有7000种 鱼类有3万种 因为目前发现的昆虫就100多万种 哄鸣鱼有6千種 鸟鱼有9千種 鸟鱼有1万种 猩猩鱼有7千種 鸟鱼有3万种 昆虫100万种 种类比较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昆虫在进化的过程中 产生了3个超能力 就是飞行 变态和休眠 一般的昆虫的种类比较多 飞行 恋态 救命 这三大一种特性的 一生只读高艺人的YouTuber 蓝拳妈妈细细对照两造 文本写作 数据引用 叙事结构 一毛一样 资讯统整 消化过程 输出方式 全是食人牙会的 我等一下会跟她讲 一会我们再讲解 她为什么叫四个牙 巧合的是 蓝拳妈妈也在复制 老高与小莫女生 静静听男生讲道理的成功模式 我觉得读历史试 你越读越多 我觉得体悟一件事 我觉得那万顿我 能力越大 能力越大 抄袭可大可小 舆情两面倒 百万历史系YouTuber Chip 长文批老高 做了很糟的事情 比搬运工更过分 然而护高粉重 忠实观众认为 就是喜欢听老高说故事啊 反而不介意抄袭 哈哈哈哈 红破延烧两周老高以郑重道歉为封面显途发片 影片开头却以字卡表示 对不起的是录音时收音不佳 洗衣机太吵了 附带一题才写 以后会标注参考资料 接着整片谈无为而至的老子啊 他说仇恨一旦产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不要对别人强硬 也不要去针锋相对的去否定别人的意见 别人对你的判断评判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符合到 好强哦 借老世界刚强摸酸民的头 假道歉 真洗脑来着 哦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就来告诉大家怎么了 四年前老高和小莫仅上传5片订阅人数就破了百万 这频道广告周边商品订阅会员家总年收约3亿元台币的老高 立于不败之地 稳坐YT中文区一哥宝座真正的超能力 就是他有老婆小莫吧 周围有天使哎 多少人是为了看聪明的小莫在老公面前装傻卖蒙 觉得有趣你自己说有没有啊 三立娱乐新闻 有喂 报道 Shopify 4 6 7